岩宽恒24号才宣布参选立委 没想到在28号 昨天台中地检署针对他未造文书的老案 大动作搜索还漏夜征讯了16小时 岩宽恒夫妇最后是1500万的天价交保 对比民进党涉入台南88枪枪击案 却是以2万元交保 各界质疑这是对蓝军司法追杀政治迫害 岩宽恒24号才宣布参选在政立委 没想到28号台中地检署突然针对 两年前被检举的老案进行调查 指岩宽恒夫妇涉嫌怯证国土味造文书 不但深夜大动作搜索 并将人带走漏夜征讯16小时 岩宽恒和妻子最后以天价1500万交保后传 我宁愿失去自由接受积压 为了就是要凸显出这件事情是多么的离谱 绿营的这些人士检查机关轻轻地放下 甚至于没有作为合理 颜色不对就是双标 真的双标吗 岩宽恒被检举的老案 本刑五年以下却以千万交保 但台南狂开88枪案 重案枪手却以两万交保 台南议长邱莉莉涉嫌天价汇选 却只以50万交保 更扯的是当初陈宗燕喝花酒涉摊 涉犯重罪却连传唤都没有就结案 对比颜宽恒涉犯窃占国土味造文书 就要天价交保 法界说根本不符合比例原则 蓝军痛骂是典型的司法迫害 非常典型的司法迫害 政治迫害 动摇国本的台南议长汇选案 邱莉莉50万就交保 还跑到日本去逍遥游 真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所以伪装建筑的案子 顶多就是一颗法金 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 网友精呆朝凤云来开88枪 快杀死人的只值2万 法院如果说不是民进党开的 没人相信 而被检举的严家杀戮豪宅 严宽恒拿出租约 强调是合法标租国有地 还缴了20年租金 连法界人士都说几乎没看过 查个未造文书要搞出大搜索 和千万交保金 泰鲁阁号49条人命 他的交保金额是50万元 要这么高的交保金额是有点过度 还真的没有 实在是很难想象说 一定要到他家去搜索 是不是因为延宽人要参选立委 所以又把这成年旧案 来做政治的操作 呼吁我们的检调 不能成为政治操作的打手 台中地点署呼吁各界 不要多加益策 但美女党从开枪的 涉贪的到会选的 要不便宜交保 要不轻轻放过 难道颜色越蓝 搜索越凶 交保金得缴更多 记得张老师林佩杰 台北台中采访报道